HELLO 大家好 我是妮萌姊姊 好久沒有錄影片 因為我最近搬到溫哥華 然後還沒有調整過來那種錄影片的感覺 今天我要來教大家做一個很簡單又有趣的小手作 所以今天我要來教你們怎麼做一個可愛的河豚 首先我們要準備氣球 什麼顏色的氣球都可以 然後一張紙 這個紙就是我們等會要來做它的魚騎尾巴這些 然後還可以準備雙面膠 那如果你想要讓它飛起來的話 你可以準備一個線給它就可以提這個很好玩 當然還要有剪刀 我的剪刀呢 然後還有剪刀 然後呢如果家裡有一些 Marker 你看我這邊有很多筆 這些Marker的筆都可以喔 那不用怕就是氣球會破掉 主要就是你的筆可能不要太細就可以了 那我們就開始吧 好首先我們要把氣球給吹起來 所以氣球呢 氣球看你要多大也不要太大 我怕你們後面會破掉會嚇一跳 就差不多大就可以了 OK 然後呢把它綁起來 VALA 好了 就這樣子可以了 畫它的眼睛 所以什麼顏色都可以 我先用我拿來把黑色 可以畫給你們看喔 所以我們要先畫眼睛給它喔 OK 站起來 看來吧 他們這樣子抱著 不要摸到囉 這樣子抱著 好了 OK 好現在呢我就要給它貼上它的手 所以在我們的這個彩色紙上面呢 我們要給它剪兩個旗 那還有尾旗 還有一個背棋 OK 所以呢我們可以看到這邊呢 有兩個是它的側邊的棋 游泳的棋 就是它的手 然後這個是它的尾巴 然後這個是它的背 背上的棋 背棋 所以背棋我們只要一個 然後這個各兩個這樣子 所以如果要給小朋友剪的時候呢 可以先幫他把這個 因為他們的剪刀很小 所以可以先幫他們把那個 形狀呢先剪到附近 不要太遠 這樣他們比較好剪 像給小朋友剪的話 剪到這個程度就可以了 然後呢就讓他們把邊邊給修好 形狀不是很完美也沒有關係 不完美才有一種藝術的感覺 兩個 兩個 然後呢我們把它折起來 這邊待會要貼雙面膠的 OK 貼上雙面膠 OK 你看雙面膠撕掉以後呢 那我們就要把它的手放上來 OK 這樣子 放在這裡 放在這裡 咦 真的看到了對不對 這裡也是 如果你要它斜一點的話 可以看得多一點喔 這樣子 咚咚咚 把它撕下來 稍微貼斜一點點 然後我們給它貼尾巴 尾巴 尾巴的地方可以貼在這裡 所以呢我們就把它這個 一邊貼過來 一邊把它合起來 這樣子 貼在這裡 然後我們這邊再加個雙面膠把它貼起來 好 然後呢我用這個剪刀 把這上面這邊搓了個小洞 搓了個小洞 然後就可以把我的繩子穿過來 搓了個小洞 所以這麼簡單的河豚在家裡也可以做喔 所以這麼簡單的河豚在家裡也可以做喔 啾啾啾啾 那希望大家喜歡今天的影片喔 下次再來教大家做點好玩的吧 掰掰 掰掰 鞋 capit 啊! 還有看 感谢观看